大家好,我是小韩,欢迎来到明寒时宜 空心菜是最为常见的家常绿色蔬菜,营养全面 吃起来口感清脆爽口 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分享空心菜非常好吃的做法 加四个鸡蛋,不需要炒,做法很简单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怎么做的办 首先,准备一把空心菜,给它摘紧一下 把它剪短一点 把老的跟茎部分去掉不要 全部剪好,放入盆中 加入多一点的清水 加一勺盐 一勺小苏打 晃动使盐和小苏打溶剪开 放在一边,浸泡五分钟左右 这样可以把空心菜上面的泥土 脏东西可很好的浸泡出来 跟着准备几头大蒜切成片 再切成蒜末 切好,装入盘中 几个小米椒切成小圆圈 装入盘中 一把小葱,先把葱白切碎 装入盘中 装入盘中 再把葱叶切成葱花 装入碗中 打入4个鸡蛋 加一勺胡椒粉 少许的盐,入点底味 把它们充分地搅拌均匀 跟着调个料汁 加一勺蚝油 一勺生抽 一勺香油 一勺盐 半勺白糖 少许的淀粉 适量的清水 搅拌均匀 使料汁稀释化开备用 接下来,来清洗空心菜 换水清洗2-3次就可以了 清洗干净之后 放入漏盘中控水 跟着锅烧热,加一勺油 油热后,把鸡蛋液倒进去 翻炒成鸡蛋块 像这样就可以 盛出来,装入碗中 然后锅烧热,加入清水 开大火烧开 水开后,加一勺盐 一勺油 再把空心菜放进去 烫40秒 把空心菜烫熟 这里加盐,可以入点底味 加油,能使空心菜 保持颜色翠绿不变色 捞出来,沥干水分 把它放在鸡蛋上面 用筷子按压紧实一点 再盖上一个盘子 倒扣出来 然后锅烧热,加少许的油 把蒜末辣椒倒进去 翻炒出香味 朋友们,视频都看到这了 请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 帮忙转发一下吧 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非常的感谢 然后把料汁倒进去 翻炒至料汁变粘稠 像这样就可以 盛出来,浇在鸡蛋上面 哇,好香呀 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了 这里看着小米椒很多 其实呢,吃起来一点也不辣 要是平时喜欢吃辣的朋友 可以把小米椒剁碎 这样吃起来会更加的有味 辣度更浓 然后撒上葱花,增香点缀 就这样,一盘好吃的空心菜鸡蛋就做好了 鸡蛋吃起来鲜嫩入味 空心菜吃起来脆嫩多汁 这样做出来的空心菜鸡蛋不仅颜值高 而且吃起来呢,营养也很全面 喜欢吃空心菜的朋友 不妨试试这个做法哦 加上几个鸡蛋 做法呢,很简单又好吃 上桌就是一道大印菜了 好了,今天的家常菜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您觉得我做的家常菜 对您有帮助的话 就收藏起来 给我点个关注吧 我是小韩 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